虽然有中秋廉假来益助营收 但是将近2000万的团费将会递延到10月份入账 导致凤凰9月份的营收年减8.6% 10月份凤凰表示中国大陆在旅游法上路之后 将会有助于在中高价市场具有品牌力的凤凰 逆势可以获利成长 因此乐观看待10月份的业绩表现